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尽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丝瓜非常的好吃,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 但是很多人在炒丝瓜的时候,总是容易发黑 今天就教大家最正确的做法 保证你炒出来的丝瓜鲜嫩多汁 营养丰富,而且不易发黑 颜色翠绿翠绿的 下面几根支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把买回来的丝瓜把外皮削去 然后再把丝瓜去掉头尾 把丝瓜切成滚刀块,稍微切大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 如果切得太薄,炒的时候就碎掉了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抹过丝瓜 将它浸泡着备用,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接着再准备一把海鲜菇 把根部切掉不要,然后再对半切开 再将它连在一起的撕撒一些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然后往里边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海鲜菇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将它捞出来放在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两把大蒜 接着准备两把大蒜 将它切成蒜片 切好放入盘中 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和蒜片放在一起 准备半个红椒将它切成小块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用小米椒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青椒,也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和红椒装在一起 接着准备两个鸡蛋倒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入底味 一勺白醋去腥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白醋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鲜嫩 而且没有腥味 给它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的细腻一些 然后再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提鲜 然后再加入玉米淀粉 最后加入清水 将它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丝瓜已经泡好了 将它控水捞出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到火给它烧开 水开之后加入一点食用油 再下入丝瓜 加入食用油 能够使丝瓜焯出来更加的翠绿 做出来好吃又好看 将丝瓜焯水30秒 千万不能焯得太长 不然炒出来口感不好 时间到之后 将丝瓜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把海鲜菇也倒进来 给它焯水15秒 天气炎热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多吃点瓜果蔬菜 这样可以补充水分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地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 麻烦您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的感谢 时间到之后 将它捞出来 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提前烧油 油热放入鸡蛋液 开中小火给它煎熟 煎得嫩一点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煎至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用铲子将它铲成小块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下入葱蒜炒香 炒香之后再把丝瓜倒进来 开大火 把丝瓜翻炒一分钟 给它炒软炒透 一分钟之后 再把海鲜菇倒进来 鸡蛋也倒进来 青红椒也加进来 然后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均匀 炒的时间不用太长 给它炒15秒左右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 倒进锅中 不停地翻炒 使汤汁变得粘稠 这样食材就更容易入味 翻炒均匀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丝瓜炒蛋 就做好了 看着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呢 这样炒的丝瓜炒蛋 做法很简单 营养也非常丰富 而且炒出来的丝瓜 颜色翠绿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口感脆爽清甜 清淡不油腻 天气热没有胃壳的时候 来上一盘 保证上桌就被抢关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